茶蝎中文第八十六集 中国的茶文化 大家好,你正在收听的是茶蝎中文播客 我是Nathan,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 在这里,我们用简单的中文聊有意思的话题 现在,在茶蝎中文,我和美元同学一起工作 美元同学来自越南 他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非常感兴趣 有时候我真的觉得他比我还了解中国文化 这一集播客的话题就是美元同学建议我的 他说,既然我们是茶蝎中文 那么,你给大家介绍过茶文化吗? 我说,没有 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要讲这个话题 于是,我们一起准备了这个节目 今天,全世界的人都喝茶 你知道最早喝茶的人是谁吗? 很多听节目的朋友们肯定知道是中国人 在今天的节目里 我就想给大家介绍一下中国的茶文化 中国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喝茶的 喝茶的文化是什么时候在中国流行开来的 茶是什么时候去外国的 今天,最好的茶来自哪里? 这些都是我们会回答的问题 我们喝一杯茶 听听今天的节目吧 你准备好了吗? 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喝茶的人是谁? 在中国 很多人相信 第一个喝茶的人 名字叫神农 神农是谁? 他是一个生活在四千年前的人 为什么叫神农呢? 我们可以想象 这是因为他教会了人们农业 agriculture 神农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农民 他教会了人们怎么种田 在中国 在中国我们还有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叫神农长白草 意思是说 神农这个人吃了很多的草 很多的植物 他想看看哪些植物是人可以吃的 哪些植物是人不可以吃的 有一天 神农吃了一种有毒的草 毒就是poison 有时候我们说 不能随便吃蘑菇 因为蘑菇可能有毒 神农就吃了一种有毒的草 吃了这个有毒的草之后 他很不舒服 以为自己快要死了 这时候 他突然看见了一种 自己从来没有见过的植物的叶子 他想 我现在要死了 就随便吃一片叶子 试试看吧 谁知道 吃了这种叶子之后 神农觉得不难受了 他活了下来 周围的人看见都非常吃惊 神农说 这个叶子非常特别 我们给他一个名字 叫他土吧 后来神农把土的叶子 放在开水里面 开水就是boiling water 喝了这个水以后 神农也觉得很舒服 从此以后 他建议大家都把土放在水里喝 喝茶的文化 喝茶的文化就是这样来的 现在听播客的朋友们肯定不太明白 什么是土 什么是茶 神农不是把这个叶子叫做土吗 为什么我们今天不说喝土 而是说喝茶呢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也是我现在要回答的 第二个问题 喝茶还是喝图 如果现在在YouTube上 一边听播客 一边读原文的朋友们 也许已经发现 图和茶两个字 看起来非常非常相似 我们再想一个问题 英文里我们怎么说茶 我们说t不是吗 有想象力的听众可能会发现 图和t可能有一点点关系 现在我可以告诉大家 确实今天很多语言里 说t或者t就是来自图这个字 其实 图和茶这两个字 在最开始的时候 意思是不一样的 它们是两种不一样的植物 后来这两个字的意思 变得一样了 两个字的意思变得差不多了 于是在中国 有的人说喝图 有的人说喝茶 在这里我给大家几个例子 在广东话里 人们说茶 在北京话里 人们说茶 在闽南话里 人们说 在上海话里 我们说 就是图 第三个问题 茶是怎么走向世界的 中国人很久以前就发现 可以把茶叶 也就是茶的叶子 放在开水里喝 不过 不过很长的时间里 人们并没有喝茶的习惯 有的人把茶看成一种蔬菜 有的人把茶看成一种药 中国人真的开始喜欢喝茶 可以说是从唐朝开始的 唐朝是一千五百年前的一个朝代 那时候有一个人 名字叫陆宇 他写了一本书 叫做《茶经》 在《茶经》这本书里 他介绍了各种各样的茶 还有各种各样的准备茶的办法 读了这本书之后 中国人更喜欢喝茶了 看见中国人每天都在喝茶 外国人也开始好奇 最开始喝茶的外国人 当然是我们的邻居 韩国和日本 十六世纪 荷兰人 The Dutch 来到了澳门 他们看见中国人都在喝茶 觉得很有意思 荷兰人把茶叶带回了欧洲 欧洲人看见这种来自中国的叶子 也很好奇 于是欧洲人也开始喝茶 当然最开始只有有钱人才能买得起茶叶 当时的欧洲人相信中国人很健康 因为我们喝很多的茶 可能最喜欢喝茶的欧洲人是英国人 东印度公司 East India Company 每年从澳门买很多很多的茶叶 这些茶叶来到英国的商店里 咖啡店里 我看见一个数字 在1700年 伦敦 London 由500多家咖啡馆里卖茶 英国人早上喝茶 下午喝茶 和朋友喝茶 和客人喝茶 今天英国的茶 也是很有名的 现在全世界的人 每天喝很多茶 你知道你喝的茶 来自什么地方吗? 其实来自中国的茶叶 可能不多 大部分的茶叶 来自印度 斯里兰卡 Sri Lanka 还有肯尼亚 Kenia 买茶叶 最多的国家有哪些呢? 它们是 英国 俄罗斯 和巴基斯坦 第四个问题 什么茶最有名? 现在我们来说说 中国人最喜欢喝什么茶 如果你来中国旅行 可以去商店里看看 有没有这些茶 在中国 好喝的茶太多了 所以我选三个 给大家介绍 一 龙井茶 龙井茶来自杭州 这个城市 这是一种绿茶 刚才我们说到一个人 叫陆宇 你还记得吗? 他写的《茶经》这本书里 就介绍了 龙井茶 今天 来自杭州的茶叶很多 但是 真的 会准备 龙井茶的人 很少 以前 以前 都是 爷爷教爸爸 爸爸教儿子 怎么做龙井茶的 今天 学习做龙井茶的年轻人 越来越少 二 铁观音 铁观音 来自福建省 在台湾 也能买到 很好的铁观音 八十年代 日本也流行 喝铁观音 不过 日本人 把铁观音 叫做 乌龙茶 三 普尔茶 普尔茶 可能不是 中国最贵的茶 但是 我还是想 简单地 介绍一下 普尔茶 来自 云南的 普尔 这个地方 我有家人 生活在云南 所以从小 对普尔茶 非常熟悉 我们喝 龙井茶 铁观音 的时候 一般 都是喜欢喝 新鲜的茶 普尔茶 不是这样 人们喜欢喝 老的茶 放的时间 越长 普尔茶 普尔茶的价格 越贵 如果你 去云南的话 可以买到那些 放了十年 二十年的普尔茶 除了中国的茶 很多国家都有 自己的茶 比如说 英国有 Earl Grey 日本有 抹茶 煎茶 印度有 大吉林茶 等等 第五个问题 中国的年轻人 喝茶吗? 今天 中国的年轻人 可能没有 每天喝茶的习惯 不过 很多年轻人 喜欢喝奶茶 台湾的珍珠奶茶 在中国大陆 和全世界 都很流行 最近几年 中国人 还有了一个新的习惯 那就是 喝咖啡 我记得 几年前 我去杭州 旅行 刚才我们 说过 杭州 最有名的 茶是 龙井茶 不过 走在 杭州的路上 我看见 最多的 是来自 美国的 咖啡店 看见之后 我觉得 有点 可惜 可以说 今天 在中国的 年轻人里面 喜欢喝咖啡 的人 更多 中年人 和老年人 里面 喜欢喝茶 的人 更多 我自己呢 我有的时候 喝咖啡 有的时候 喝茶 我觉得 喝茶 比喝咖啡 更健康 三年前 我和我的朋友 Scott 开始做茶歇中文 那时候 我们想了 很多名字 但是 茶歇中文 是我们最喜欢的 茶歇的意思就是 一边喝茶 一边休息 我们希望大家能 喝一杯茶 轻轻松松地 开开心心地 学习中文 我们 我们不想让大家 很紧张地 学习中文 听了今天的节目 你对 茶文化 有了更多的了解吗 我想给你的问题是 在你的国家 人们有 喝茶的习惯吗 在你的语言里 茶这个词 怎么说 在你的国家 有自己 独特的茶吗 请你在YouTube上 找到这一集节目 在下面留言 那么今天的茶歇中文 播客 就到这里 感谢你的收听 和支持 喝一杯茶 休息一下 我们下次 再见 请不吝点赞